怀胎九月的孕妇遭遇杀手 被歹徒一刀捅进了肚子 她捂着肚子跌坐在墙角 感觉孩子的生命力在流失 于是她看向自己先前制作的液体炸弹 蜡烛燃烧殆尽即将发生爆炸 伴随着砰的一声杀手被炸飞 她紧紧缩在墙角却也被困在了火海中 撑着最后一口气打开了淋浴 双手紧紧捂着肚子 祈求上帝保佑她的孩子平安无事 幸好她及时被人发现将她送往了医院 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孩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因为那个杀手并没有被烧死 这意味着他们娘俩随时可能被追杀 因此她不得不舍弃女儿的抚养权 忍痛把她交给普通人家收养 而她被追杀的原因要从两年前说起 詹妮弗原本是美军的神枪狙击手 在退役后成为了军火交易的中间商 为军官艾德里和军火商托尔服 就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詹妮弗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孩子的父亲是军官艾德里 还是军火商托尔 她自己也搞不明白 然而还没等她弄清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她却发现自己的两个老情人居然背着她在干坏事 于是她偷偷潜入仓库一探究竟 里面竟然是一车的小孩 拐卖儿童最不可怒这已经严重触及到她的底线 于是她大意灭亲 直接向联邦调查局举报了艾德里和托尔 并且加入了证人保护计划 当他们在安全屋里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时 詹妮弗出于警觉感觉到不对劲 请求探员换地方继续 探员表现得十分不耐烦拒绝了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直接击中一个探员 把他们的脸打得那叫一个响 引在暗中的狙击手继续发力 把安全屋里的探员逐个击杀 詹妮弗只能捡起手枪自救 却发现里面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了 于是她从房间里搜寻了一些药水 躲在卫生间制作了一个炸弹 等杀手追过来时 把唯一一颗子弹打了出去 却也看见了追杀她的人是艾德里 艾德里看见她身怀六甲 误以为是她跟别的野男人生的 直接对她下了杀手 幸好詹妮弗和孩子都命大 联邦调查局的人及时赶到救了他们 但艾德里还活着 詹妮弗必须和女儿分别 她特意找到联邦探员 请求她答应自己三个条件 一是要给女儿找一户好点的人家 让她过上最无聊最安稳的生活 二是每年生日都要通知她 三是如果女儿有危险一定要告诉她 探员可怜她慈母心切答应了 亲生女儿来到一个小岛上隐姓埋名 詹妮弗就待在这里 除了女儿过生日这天 她会收到联邦调查局的来信 其他时间她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二年过去 今天明明不是女儿的生日 她却收到一封信 上面写有坐标和地址 她意识到是艾德里和托尔的人找上了女儿 于是她立马收拾东西马不停蹄地赶去这里 她潜伏在女儿的学校附近 利用望远镜监视她 同时也是弥补十几年的相思之情 一连蹲了几天都没有一样 突然一辆红色越野车引起了她的注意 詹妮弗迅速拿枪上膛 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此人正是托尔的手下郎珠 詹妮弗当机立断对抓女儿的人击倒在地 但她这一开枪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郎珠立马反应过来攻击她 詹妮弗忙着躲避 当她再次举起狙击枪瞄准时 女儿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此刻詹妮弗也面临着被他们抓的风险 于是她赶紧撤退 在联邦调查局人的帮助下她得以顺利脱身 然后利用联邦调查局的资源 发现狼珠去了古巴 旧女心切的詹妮弗连夜赶路 探员小黑陪同她一起 他们李英外河很快就抓住了狼珠 她将狼珠严行拷打逼问出女儿的下落 尽管狼珠嘴硬皮厚 但架不住詹妮弗想救女儿的疯狂 很快她就撑不住说出女儿在托尔手上 詹妮弗又带着探员小黑找到托尔的老窝 凭借着她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加上她的主角光环 以及小黑在一旁的掩护 詹妮弗顺利在一间小黑屋找到女儿 此时顾不上相认 她让小黑带着女儿先行离开 自己要去找老情人托尔好好算账 托尔显然对詹妮弗还有情意 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她 还说服她留下过一家三口的生活 詹妮弗自从她贩卖小孩那时就看清了她 不等她废话直接动手 三下午除二就解决掉了托尔 绝了她的后顾之忧 詹妮弗以为危险解除 再加上女儿不知道她抛弃她的内情不认她 如今他们母女关系很尴尬 詹妮弗不愿抢求她 于是再次忍痛跟女儿告别 拜托小黑送女儿回去过普通人的生活 谁知路上意外再次发生 詹妮弗的第二个老情人艾德里出现了 她直接撞上了护送女儿离开的车 十二年前她侥幸从那场大火中逃生 此次前来就是绑架女儿让詹妮弗上钩 好抱她的背叛和放火之仇 幸好詹妮弗因为担心一直跟在女儿的身后 她及时赶到把女儿护在身后 然后趁机点燃漏油的汽车 在爆炸声的掩护下 詹妮弗带着女儿成功逃脱 不过他们的危险还没解除 艾德里还没死迟早会再次找上他们 詹妮弗不敢再放女儿回去 于是带着她回到了自己之前居住的小岛 身为杀手的女儿 她必须地学会一些自保的技能 第一天她的女儿上生命教育课 直接带着她去丛林 拿起枪瞄准了一头路 女儿不愿杀生却阻止不了詹妮弗 亲眼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 变成了她眼前这盆食物 她哭着说自己接受不了她想回家 詹妮弗没有再劝 但她选择用另外一种方法让女儿接受 第二天她直接让女儿学开车 女儿以自己未成年拒绝 詹妮弗使用激将法 许诺只要她学会开车 并且学会她教的基本逃生技能就能离开 于是乎女儿被套路地开始按照她的方法训练 但女儿并不合格 尽管她迫切地想回家 却依旧无法对着可爱的小狼动手 她的侧隐之心也为他们引来了危险 小狼的父母回来了 他们恶狠狠地盯着詹妮弗和她 詹妮弗十分冷静 引导女儿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自救 随后她一枪将狼妈妈击毙 回家后詹妮弗把枪交到了女儿手中 告诉她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冷酷 只有弱肉强食 她必须得学会拿起武器保护自己 而当晚她也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些照片和一些信 记录了从她出生到现在的样子 而且她的每一个生日詹妮弗都会给她写一封信 只不过从未寄到过她的手中 她从信里得知詹妮弗抛弃她的真相 才知道了将她送走才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这些年她对自己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少过 詹妮弗在用她的方式全力爱着她 女儿感动得痛哭流涕 此后对待训练越发上心 本就有着神枪手基因的女儿 对射击上手非常快 没多久就已经可以百发百中 就在她逐渐掌握自救逃生技能的同时 爱德里也找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 带着她一雪前耻的决心上了岛 詹妮弗也做好准备跟她决一死战 她让女儿躲起来藏好 自己则偷袭爱德里的同伙 换上他们的衣服 然后混进他们内部解决掉所有人 但爱德里不知所踪 突然她听到了女儿求救的声音 原来爱德里已经找到了女儿 女儿学的技能终于派上用场 只可惜她学的终究是皮毛 打不过身经百战的爱德里 最终被她绑起来拖上车带走 等詹妮弗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她直接从雪山林一边滑下去 一边呼叫女儿的名字 一边努力追上他们的车 此时来到一个破詹妮弗命令女儿立刻跳车 随后她开枪打中爱德里 母女俩配合得十分完美 詹妮弗救下女儿后带着她回到了瞭望台 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狙击枪 准备击杀爱德里剩余的同伙 女儿用望远镜给她指明方向 詹妮弗负责开枪杀人 然而他们的位置很快被锁定 女儿的头上出现了红点 原来爱德里刚刚并没有死 她一直藏在暗处准备报仇 詹妮弗没有办法只能放下枪 下了眺望台跟她对峙 俩人的战火一触即发 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 每一拳都是用尽全力 每一招都是致命 就在俩人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突然一颗子弹打中过来 原来是女儿一直潜伏在旁边 只不过她也不知道究竟打中了谁 就在她要下来查看的时候 爱德里拦住了她带着她跑了 显然是詹妮弗中枪了 惊讶地势这竟然是磕空包弹 虽然她没有生命危险 但她在摔下来的时候肩膀骨折了 狠人詹妮弗直接自己接回去 用尽全力撞在石头上 把骨折的地方复位 接好后她立刻拿起旁边的枪 瞄准正在驾车离开的爱德里 但车速太快她的手也受着伤没力气 于是她只能撑着最后一口气 赌上所有运气开了一枪 没想到上天是眷顾她们的 车子慢慢停了下来 女儿也反应过来 一脚将爱德里踹下车 然后向雪地里的詹妮弗狂奔而去 詹妮弗也看见了女儿 她用尽全身力气爬了起来 母女俩终于解决掉了所有敌人 保住了她们的性命 她们紧紧抱在一起在雪地里失声痛哭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后 詹妮弗还是将女儿送给她的养父母家 毕竟人家辛苦养育了她十几年 他们之间的感情比她俩这母女情深得多 她不能如此自私地占有她 但詹妮弗也绝不会离开女儿 以后的日子她将作为守护天使 时刻陪伴在女儿左右 不错过她生命中的每一个女儿需要她的时刻 见证女儿幸福快乐的成长